我想延烧乳酪吐司应该是我这辈子都吃不腻的东西 浓郁的芝士味咸中带甜 面包店卖5块钱一片我一直都觉得有点贵 自己在家霍霍吃到撑都可以 这个是我上期做的吐司已经放到第三天了 想看切面的朋友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现在做乳酪酱 黄油和淡奶油加白糖 小火加热混合均匀 然后加两片芝士 也是小火搅拌至芝士融化即可 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吐司上 可以放一些杏仁片装饰 烤箱一定要提前预热 上火200度下火100度烤10到12分钟 直到表面有焦黄色出现 出炉后转移到量往上放凉 很好吃的盐烧乳酪吐司就做好了 放了三天的吐司加热一下 也变得非常柔软了 喜欢的姐妹快去做吧